疫情冲击让社福团体募款受阻 很多需要扶持的家庭和孩子连带受到影响 唐市不动产联盟协会与台中市地震局等多个局处 携手筹募了180万的善款 有9个社福团体社会 包含儿童友善医疗 弱势儿少妇女辅导等单位 期盼在暖爱的益助之下 可以顺利地度过生活困境 市场团体以太鼓表演 为捐款记者会暖心开场台下一片欢乐 在台中市不动产联盟协会的带领之下 与台中市地震局等多个公部门 牺手捐款180万 来立体9个社福团体做公益 我们的协会就是看到 我们受到疫情影响的产业非常的多 有很多的活动都没办法举行 甚至于爱心的捐款也受到了影响 所以我想今天这个协会 抛砖引力的活动 非常具有意义 公司是不是赚了更多 其实没有是变得更难 因为房价越高是越难卖 只是说可能过去十几年来 不动产业界的不动产的 大家的底还不错 底还要有底 所以其实并不是因为 不动产很好 大家才愿意来做这样的捐赦 但是我们这样的一个公益活动 我们是每一年在办的 我们已经办了十几年 因为疫情 社福团体面临到募款困境 180万的扇款将资助罪 包括儿童有生医疗 若是儿童父女辅导及动保等当会上 让这股暖爱能够传递到 社会的各个角落 几个大医院我们有支持 这个身重病的重症孩子之外 另外我们也会希望 投入早疗的孩子 他发展比较迟缓 中间有很多互动 需要更多专业的 包括这个戏剧表演 包括这个互动跟这个情感支持 这些都很重要的这个团队 可以一起来帮他们加快的成长 因为小孩子已经没有办法 去学校上课的那段时间 其实也对他们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那我们会运用这一次 这个不动产联盟协会 他们所捐赠的20万元 来帮助这些受报的妇女 让他们可以走过这个疫情的影响的风暴 送爱给社福是台中市不动产联盟协会 多年来投入公益的服务之一 也希望透过他们的抛砖引玉 能够让社福团体的需要被看见 各界能够跟随以行动响应 也让这些社会的边缘弱势 在艰困的疫情环境下 能够安心生活 这点讲话台中采访到 一、二、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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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